开场破门 最后一分钟绝评 然后再加上点球大战 今年这个村超联赛的总决赛 真的是戏剧性频发 堪比去年的这个 就复制了去年卡特尔世纪卫赛的剧情了 我们来看一下 当常规时间打成2比2之后 直接进入到点球大战 第一个点球很有意思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名队员 他是这个村江一村的这个队长 叫这个杨鹏 他是球队的中复 结果这时候被扒到了这个门将的位置上 变成门将了 结果第一个球还偏偏就把对手的球都扑出来了 这个可是国际足联不允许的规则 结果咱们中超都出现了 也成为了一大特色 杨鹏准确的做出了判断 干扰到了对手的第一个球 随后杨鹏又作为球队的队长 要来主罚第一个球 打得非常轻松 直接一脚闷 这个下脚将球给闷进 这样村江一村 第一轮过后是1比0 领先于中成村 这个球发的也是非常的清楚 实际上踢这种业余的比赛 由于门将不可能下地那么快 所以你不要想那么多 就直接闷就行了 这个时候杨鹏还值得干扰对手 向裁判示意出对手 这个球没有摆正 没有摆到这个点球脸上 结果对手可能多少受到了干扰 这个球又被扑出去了 但是球阀的质量并不是很高 打了一个中路 杨鹏几乎没怎么动 就可以突出 因为我们业余的门将 他不像这种专业门将 他可能轻易不会说提前去移动 那么这个球是一个很不错的球 也是直接闷 推了一个脚内侧 这样两轮过后 村江一村是2比0 领先于中成村 那么紧接着出场的 这名中成村的队员 这次这个球打了质量还不错 没有像前两名队员那样去 打那种相对来讲半高 这个球是点球大战当中 质量非常高的一球 我们看 这个球左脚有明显的假动作 然后打了一个高的一个上脚 刚好是让门将扑都没法扑 这样三轮过后是3比1 紧接着这个球是直接骗过了门将 让门将来不及去做出更多的一个反应 推的也够刁 这样中成应该是追成了3比2的 还差一个球 那么这个球如果能进了 就可以锁定胜局 结果呢 车江一村这个球 罚球的队员呢 罚的质量很高 但是太要角度了 不现胡着去了 偏出了 最后呢 杨鹏这个球没有能够挡住 他碰到了对手 但是呢 移动的可能幅度大了一些 球依然弹进到了球门当中 这样的双方打上3比3 最后一个球 关键的进球 车江一村 这名队员复制了蒙提尔 在世界杯赛上 为阿根廷队绝杀的这一球 现场的球员彻底疯狂了 本村的球迷也都陆续的涌入到了球场当中 形成了欢乐的海洋 今年的春超啊 可以说是 经过了这个更多的媒体推广之后啊 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也让中国的球迷看到了说民间足球的一个实力 我们期待着说啊 接下来呢 会有更多这样热闹的民间的体育赛事 能够让中国的咱们 基层的老百姓更多的参与到头 其中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